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肖战,杨子,迪丽热巴,赵露丝,你在期待谁的剧 7月焦阳似火,全国各地开始陆续迎来了暑假 暑期档是影视市场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出现大制作的时候 为了在暑期当中脱颖而出,创造佳季,电影平台都在准备最优质的作品进行播放 让我们来看看准备在7月播出的一些古装剧吧 第一部星汉灿烂 该剧定于7月5日在腾讯视频播出,目前已经拿到发行许可证 有56级改为57级,将分两部播出,上部28级,下部29级,月升海 星光灿烂的演员阵容是惊吓最亮眼的 其中吴磊和赵露丝是95后演员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人气 该剧的配角阵容更是无可挑剔 郭涛、曾黎、宝建峰、同美、曹西文、许帝、沙宝亮、江潮、陈述、高雄等一批老戏骨强势加盟 叶祖心、陈奕涵、诗诗、张月、徐娇、李云锐、于承恩、王卓成、高涵等一批高水准的青年演员也在该剧中贡献了他们的精彩演技 该剧到目前为止有129万的预定量,虽然不一定是最火爆的一部,但收视率肯定是很稳定的 由肖战、任命领衔、王楚然、方艺伦、韩栋、王子齐、李明德、叶盛佳、卢玉小等主演的古装仙侠剧《徐谷摇》预计将于7月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 该剧是目前最火爆的古装剧,腾讯视频也推出了暑期独家宣传预告 目前该剧已经有290万的预约量 该剧的号召力之强,自带流量 第三部安乐传奇 该剧改编自《星灵》的小说《帝王之书》,预定量为103万 第四部《沉香如苏》 该剧在优酷视频网站已经有172万的预约量 甜美虐心的预告片已经掀起了很多观众的热情,迫不及待的追剧 第五部《护心诀》 由侯明浩、周叶、王毅伦、张志尧和杨蓉共同主演的古装仙侠剧《护心》也在7月准备播出的古装剧名单上 该剧在优酷视频上有28万的预定量,似乎比《神雕侠侣》和《安乐死》要酷很多 第六部分成员 由杨颖、马天宇、宣璐和王卓成共同主演的古装剧《陈远》已经过审 这部由杨颖和赖关林主演的甜宠剧势头阵望 不知优酷是否想趁热打铁,急速安排这部剧 第七部分 《风起云涌的中国西部》 两人主演的西游记《之风启长林》当初的收视率就不错 所以西游记《之风启长林》应该也不会太差 第八部 花容 由居静怡、郭俊晨、刘东沁、马月、寇振海共同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花容》预计将于7月登陆爱奇艺 该剧的演员阵容和热度虽然不及准备在腾讯视频和优酷播出的几部古装剧 但也有不少观众期待 暑期古装剧扎堆 在以上八部被剥古装剧中可谓是《众星云集》、《肖战》、《杨子》、《诚意》、《迪丽热巴》、《龚俊》、《赵路斯》、《吴磊》、《古丽纳扎》、《许卫周》、《杨颖》、《居静一集》将强势来袭 你期待谁的剧呢? 02 这算是杨子挑战难度最高的一部剧了 一人是两脚 网友表示太上头 前不久看完余生 在熬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剧欢后 终于盼来杨子长相思新剧的消息 虽然还没上映据说明年暑假期间播出 但起码生活又有了盼头不适 和以前不同的是 据悉杨子在此次拍摄的长相思剧中将一人分是两脚 而且是两个不同性别的角色 前者是女装扮相的高薪王姬九瑶小妖 后者是男装扮相的清水镇医师文小六 两个角色反差颇大 对杨子来说挑战还是挺大的 从曝光的海报来看 杨子身穿一袭白色长裙 满屏鲜艳的红色花海下 独他一人站着 手捧凤凰花 黯然地望着远方 不得不说 眼神系很到位 跟圆柱形象相似度很高 确认过眼神 杨子就是我心中最符合这个角色的人 可以说是很好的演绎了小妖悲壮赴死的名场面了 海报以鲜艳的红色为主色调 红色代表鲜血 渲染了悲壮肃穆的氛围 而杨子身穿的白裙则与红色背景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 仙气十足的感觉 整张海报华美无比 富有想象力 真的很吊足大家的胃口了 作为童星出道的他 早年杨子凭借加油儿女出色的表演 获得大批粉丝的喜爱 在90后新生代演员中 他不算出彩 但演技却是有目共睹的 相比其他靠脸一路开挂的小鲜肉 他并没有选择走纯偶像派路线 而是用演技打动观众 也许这就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偏要靠实力吧 啥都别说了 希望这部剧可以早日开播 也希望发行方多发点小猴子的花絮照 满足下粉丝们的好奇心额 最后想说 杨子穿古装简直不要太酷 带入赶墙 每次看完都有一种让人趁现在 仗剑走天涯的冲动 加油 我们的新闻部分 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